妈妈偷车呆4岁女儿兜风途径大桥,时将其扔和逆死,美国一名26岁女子近日坦忍,得将4岁女儿从一座桥上推落到河里淹死,犯下如此放心病狂的罪行后她竟然逃之夭夭,在目击者的及时报警下,恶母终于落入法网。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3日报道,26岁的沙凯拉丹森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县,她有一个4岁女儿叶希拉丹尼尔斯,昨天2日下午沙凯拉驾驶着偷来的汽车,载着女儿叶希拉外出游玩,当航四驶到西爱林街和罗马大道附近的西尔斯堡和桥时,母女俩下车看风景,未曾想猛然间,沙凯拉,用力在叶希拉背后一推, 生生将亲生女儿推入河中眼看,着她沉入水底后,扬长而去这骇人一幕被附近路人看见,个个浑身发抖,惊恐万分目击者们赶忙报警,有的朝河边奔去试图跳河救孩子,但此时河面上已看不到叶希拉的身影。 最终等来了警察河水下搜救队,在下午4点30分,从河中打捞出了叶希拉的遗体,经过追踪狠心妈妈杀凯拉,在案发的附近被捕她被控,一级谋杀罪。 坦帕县警察局长布莱恩杜根,在一份警方声明中说,这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杀人事件,死者母亲已被羁押我们,正在整理案情,确认行凶动机妈妈杀害亲骨肉。 这简直难以置信据介绍,2015年1月当地曾发生类似事件,25岁男子约翰琼切克,将5岁的女儿菲比,从坦帕湾一座十八米高的桥上推落河中溺死,事发半小时后这名恶父因超速驾驶被捕而行事半路她的审判至今未结束。 下一次出庭事件是9月24日检方,正在寻求此刑判决。